中研院实验室燃疫查出六大缺失 相关人员没有落实防疫SOP 中研院长公开道歉 电电所失火 双北市停电将近三小时 台电将赔偿用户一元引发议论 原料工资上涨 单单汉堡涨价最多涨五元 高雄伴手里电家也调整商品售价 龙卷风横扫美国六州 造成百人死亡 坦塔基州的灾情最为惨重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3号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蔡桂林 首先带来看到的是 中研院一名研究助理 疑似没有落实SOP 被感染新冠病毒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中研院的初步报告 则是指出了六大缺失 包括老鼠咬伤事故发生后 没有依照规定通报 以及相关人员防护装备的穿脱 不符合标准流程 还有这名确诊的助理 是新进人员 操作训练也不足 卫部部长陈时中则强调 一切的疑点都需要调查厘清 而且未来惩处 也不排除任何的层级 而中研院长廖骏志则是公开 向大众来道歉 本人仅代表中央研究院 自以诚挚的歉意 鞠躬致歉 并强调会尽快厘清事件真相 中研院院长廖骏志 13号周一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前 先向全国民众致歉 因为中研院前研究助理 疑似因为未落实SOP 而感染Delta变异株 有立委质疑 这起事件是否也涉及职场霸凌 因为这名研究助理曾遭实验署咬伤 越级通报却遭不当对待 因为他的越级上报造成了这一个 就是在媒体上所谓的一个职场的霸凌 他受到了这一个身心上的一个创伤 是不是呢 疫情组织中心在中研院实验室裁检 发现有五个地方呈现阳性反应 包括桌面门把等 中研院报告也指出 这次意外事件有六大缺失 包括鼠咬意外事件 未以院内规定通报 会在生物安全柜中操作小鼠 个人防护装备穿脱实验衣 也没有完全依照SOP 确诊女研究助理是新进人员 操作训练不足 而且实验操作过程中 也没有管理或资深人员 于中控室监控 院方应加强督导 重新审视督导机制 陈其中强调一切疑点都要由调查来厘清 而且惩处不排除任何层级 至于春节过后是否降级 陈时中表示 如果状况不变 有降级的可能性 但还是要持续观察疫情 记者拉书民蒋龙翔特报道 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 坚是新增5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而因Omicron病毒来袭 加上秋冬以及春节应变措施 指挥中心是宣布 全国仍旧维持二级警戒 到12月27号 至于何时可以降级 指挥中心是表示 这还要考量国际疫情 以及国人疫苗覆盖率 才能够讨论降级 或是边境松绑的可能性 另外邮轮复航计划 已经通过 渴望在明年一月复航 游客登船或是离船之前 都需要提供快筛阴性报告 并且完整接种疫苗 满14天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十三号周一 新增五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 分别来自越南 英国中国等 全部都有完整接种疫苗记录 五人都属于突破性感染 今天的五例境外入 都是突破性感染 那有三位是接种AZ 那BNT跟科兴 各有一位是接种两剂 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 第十八期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将提供BNT疫苗预约 BNT第一剂对象为 十二岁以上民众 第二剂为十一月十八号前 已接种第一剂 至十八岁以上民众 十月二十一号前 已经接种AZ第一剂民众 也可以预约混打BNT 预约时间为周二十四号 上午十点到周三十五号 中午十二点结单 施打时间为十二月十六号到二十二号 约有一百二十万人符合资格 BNT第一剂的部分 是有三十一点四万人 那BNT的第二剂 大概是八十五点八万人 那另外AZ第二剂混打BNT的 大概是二点八万人 为了因应Omicron病毒来袭 加上秋冬和春节应变措施 指挥中心宣布 全国仍维持二级警戒 到十二月二十七号 现行口罩规定 每家盐也没放宽 相关营业场所的 食联制量体温等防疫措施 也继续维持 那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 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社区疫情 不会急增 然后对医疗量 能不会造成足够的冲击 我们才能够来讨论这个降级 跟国门松绑的一些条件 此外交通部长王国才十三号 在立法院透露 邮轮复航计划 已经取得指挥中心同意 渴望于明年一月复航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表示 游客登船离船前 皆必须自费提供快筛阴性报告 邮轮工作人员也必须完整接种疫苗 而且满十四天 旅客离船前 就是下船前 也要自费进行PCR的检验 阴性的结果才能够返回社区 而到目前为止 国人第一剂疫苗涵盖率为 百分之七十八点八九 第二剂为百分之六十四点一七 第三剂接种率为百分之零点一三 也就是说有三万多人已经完成第三剂追加剂 记者杨树梁 蒋龙祥特报导 昨天台北市万龙一次变电锁 变压器故障起火 造成双北市超过三十万的用户停电 相关停电的赔偿 台电是表示因为设备故障 不会采取专案赔偿 会以台电营业规章 依照停电时间来扣减电被 依照规定将统计下来 只有一成的用户停电二到三小时才需要赔偿 而按照公式来计算的话 是货赔大约是一块钱 熊熊大火伴随浓浓黑烟 台北市文山区万龙一次变电锁 十二号上午九点四十二分 因变压器故障爆炸起火影响双北地区 包括文山区中永和新电等地区停电 影响超过三十点五万用户 尤其新电地区民权路一带停电约两三个小时 不少店家受影响 还有民众家里有重症病患 临时停电一停就是三个小时 呼吸器几乎停摆 说信家中备有氧气筒及时救援 因为妈妈需要呼吸器 一定要电所以就比较困扰 一二一二双北停电再次冲击民生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表示 相关的究责要等到台电报告出来后 再做判断 至于停业规章第三十九条 按停电的时间长短扣减电费 这次受影响有三十点五万户 有九成近二十八万户 十五分钟内复电 依规定将不予赔偿 停电二十到三小时 约有两千多户 依公式计算 一般住宅 以每度电一点六三元乘以底度二十度 再乘以三十分之一 再乘以偏数一天 只能获赔一点零八元 小钱的店家以一度二点一二元计算 也只有一点四亿元 台电表示造成这次设备故障起火原因 万龙变电所与中和高压电塔 同属一条输电线路 变电所电流量太大引起 并强调万龙新室内的变电所 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盖好 但因为地方有意见 所以无法迁入 对于事故责任台电归咎成地方意见影响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台电应该承担责任 台电统计目前全台共有六百一十八处变电所 包括三十一座的超高压变电所 五百八十七座的一次变电所 一次配电变电所及两次变电所 其中大多数是户外露天 而且使用绝缘有的变电所 经济部表示会在农历年前 完成总题件 记者黄历委 陈立峰 谢秦文 台北新北 综合播动 台南有一件预售物件案 上星期开卖就有民众漏夜排队抢房 不过就在九号内政部宣布要修法 限制预售物换约转售等等 五大打炒房的措施之后 近日就出现了投资客退订 还有人在网路po出红单评转的讯息 台南市政府就表示了 这一处预售案的红单 已经签了三百多张 买售人是不能够卷让给第三人 一旦违法都能够开罚 斗大的公告就贴在接待中心的大门上 告知民众十三号到十七号 这一段期间暂停赏屋 要民众星期六之后再来 这里是台南市仁德区的预售屋接待中心 八号开卖时人潮爆满 甚至还有人漏夜排队就怕抢不到 没想到内政部九号宣布要修法 限制预售物换约转售等五大打炒房措施 现在就传出有人在网路 抛出该预售案十二楼的卖屋资讯 而且是买卖价一样的红单评转 引发外界质疑是不是建商 有找人头排队购买 贫转就是我买一千万 我也是以一千万卖出 是没有利润可言 所以他们可能是担心就是说 会严重打击到所谓的预售物的市场 炒作房地产的这些行为 我们必须要遏制 所以对红单司法人 也就是这些公司囤积房子等等 那我们当然要做相关的处理 房仲表示近年台南的投资风气相当兴盛 内政部新修正的草案 确实会影响到预售物的转让 导致现在就会有一波平转货 少获利的售出案件陆续出现 台南市地政局则表示 经了解该预售案的红单 已经签了三百多张 买售人是不能够转让给第三人 一旦违法都能开罚 客户买售人跟建商如果是退户的话 那他们就是解除了他们的 这个买卖的这个契约 那这个可能这个退户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是有合谋的 是有刻意的 明目上是退户在购买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红单转让的行为的话 这个如果查明属实的话 我们还是会开罚的 就在政府不断寄出打炒房措施的同时 却也持续传出有投资客 透过人头户身贷 抢手购利息的优惠 对此财政部长苏建荣 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也允诺 将交代公股银行董事长总经理落实 持续要求审慎进行房贷产受信 记者我有陈信龙 王柔廷特别台能报道 物价涨不停 南部连锁素食餐厅 丹丹汉堡也宣布要涨价 业者公告因为原物料包材 以及基本工资上涨 因此部分品项调涨 涨幅大约是二到五块钱 而高雄凤山之名的伴手礼店 也因为撑不住花生等原物料的涨价压力 全品项是调涨了三十元 非用餐时间 这间位于高雄七弦路的丹丹汉堡 还是不少人 但柜台显眼处已装贴公告 写着因原物料包材基本工资等 营运费用上涨 十二月十七号将涨价 店内套餐组合共十四组 有一半涨价 涨幅在两元到五元左右 米糕 热狗 地瓜薯条等单点商品 则涨二到四元 换算下来整体涨幅约百分之二 不过员工薪资 也从十二月一号起 调到实薪一百七十元 毕竟这是名声 名声物品还是得要吃 还是得买 还是得接受就得 对啊 一直能接受啊 不然如果店家倒的话 我们吃不到也是 反而也是困扰 单单寒涨 大部分消费者都说能接受 只是这一波原物料涨是何时能停 高雄凤山这间知名伴手礼店 开业三十年 也因为国内花生等原料不断涨价 这个月一号起 所有的品项都调涨三十元 都工去又不去 大工去又不去又不得多 像土豆去去那去七百 现在又多去两百 如果不得多不去又不可以了 好吃比较重要吧 真的价格不行 老板娘说今年光 国内花生涨价的次数 就多到她数不清 加上工资 材料成本增加 不涨不行 而目前看不到营业成本下降的趋势 会不会只涨一次就喊咖 店家也无法确定 记者王庭孟昭全高雄报道 阿罗哈客运日前发出预告 受到疫情影响 营运到今天为止 不过却出现了急转弯的状况 阿罗哈中午宣布 因为经过交通部来关怀 董事会决议是继续来营业 居中协调的公路总局则表示 业者是反映行车到高雄都会区的时候 容易塞车 希望能够比较国武 设置大客车专用道 而公路总局则允诺即刻来协助 一早阿罗哈客运高雄站员工 照常服务旅客 公司目前仅有的台北高雄 台北嘉义两条路线 原本13号周一是最后一天发车 就有乘客专程来买票留个纪念 下班专程来这边买车票 因为就是以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 就常到阿罗哈 就是满满的回忆 那就是真是时代的引擎吧 我觉得 持续了上班到月底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乘客 手上握有套票的 还没来退票 员工和旅客都充满不舍 不过阿罗哈客运突然在13号中午 在官方网站贴出声明 原定经营到12月13日 感谢交通部长官向本公司传达关怀 临时董事会已经决议通过 决定继续营业 会调整营运策略 抵抗疫情 持续迈步向前 阿罗哈强调 因交通部协调 加上宣布停止后 受到大量乘客来训支持 决定撑下去 已经有募资打算 董事那边大概会有一些 财力的一些移住进来 据募资就对了 大概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处理 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 在12月5号亲自拜会业者 了解阿罗哈经营的困难之处 业者反映 在高雄都会区经常塞车 拉长行车时间是一大困扰 希望政府能比照国道5号模式 在拥塞都会区设大客车专用道 公路总局承诺 尽速协调高工局和地方政府 交通部也透露 公路总局也前往拜会 日前宣布即将停止的日同客运 业者也答应会再考虑 至少会营业到农历年后 再决定下一步 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到前男友施暴 还以散播不压影片来威胁 今天他以自己身为换连影片 和性别暴力等事件的双重受害者为例 指出在社会当中 还是有很多相关的受害者 因此在针对性私密影像的平台下架 罚则等内容来提出修法 NCC则是允诺会在年底前提出初步的方案 经历被世报案件之后 立委高嘉瑜 以自己身为性别暴力和deepfake等事件受害者的角度 点出了现行制度 对于性影自权的保护 也还有很多不足需要补偿 他就是永久的流传跟散布 要求分享影片 那这个呢 对于当事人来讲更是一种伤害 过去我们没有要求平台业者必须下架 而这一次在修法里面 我们强化了下架的义务跟罚则 在境外的时候 这一块目前似乎这个灰色空间 除了立法院在这边努力之外 行政单位应该有一个跨国的逻辑 努力的去处理 立委点出 从台版N号房 网红小玉的换连等事件来看 但数位时代下 这些性私密影像外流的可怕之处 在于上传之后一片涌流传 所以对被害者来说 重点还是希望相关的资讯 可以被下架 所以修法除了先前提出 新增刑法中对于色情报复的处罚之外 还要强化性私密的保护 纳入性影音下架义务 以及相关的法则 IWIN主要处理模式上是藉由一个协同联系的方式 要求业者进行自律下架 目前这部分只能仅至于未成年的儿哨 法令上的一个叫有缺陷的地方 行政院的长官还有相关法务部等各部会的一些长官 在做协调处理的时候 也在想将这部分的漏洞能够予补足 NCC指出 IWIN平台对未成年人 可以要求业者下架性私密的影片 但是成年人的保护确实不够 会参考欧盟等国家规范 除了平台问责之外 遇到特殊状况的紧急下架 还有云端境外等相关的法则 已经在讨论当中 预估年底前会有初步的方案 这是草原军庄子家 台北报导 台北美国学校接获 枪击恐吓威胁 校方是紧急宣布 今天停课一天 并且报警处理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账号是一名十五岁在校生 遭到骇客账号盗用 而且IP有好几个 分别来自于美国印度和埃及 近期警方会调派警力 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 美国学校大门口 一早就派驻警察站岗 而且佩戴冲锋枪严正以待 因为十二号晚间 经传一名校内的学生 在社群软体po文 扬言要在校内开枪 为求谨慎 校方紧急宣布 十三号停课一天 本分局全面提升警戒 立即编排专责警力 守望的勤务 以确保校园私生的安全 为首要的工作 不仅美国学校向士林分局报案 十二号晚间疑似涉案的学生 表示自己没有发文 并在家长的陪同下 前往信义分局三张里派出所 制作笔录 宣称自己的社群账号被盗用 并向盗用账号的网友提告 妨害电脑使用罪 目前警方初步调查 发现学生的账号确实遭到骇客盗用 美国学校隶属教育部管辖 针对这次的枪击恐吓案 教育部表示警政单位 与全国各级学校都有建立 维护校园安全的合作机制 这次也会针对该个案 加强校园的维安 维护私生的安全 记者黄柳成立峰 朋友组 特报董 这星期六就要举行公投 蓝绿把握最后的催票时间 持续总动员 总统蔡英文是录制影片 温情喊话 催票公投四个不同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则是到农业大县云林 战车扫街 强调要用蚂蚁熊兵的方式 对抗执政怪兽 如果你认同我的主张 我要向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考量国家发展的情势 做出了现阶段最好的决定 催票公投四个不同意 总统蔡英文录制影片 强调这次公投是要决定 目前正在全力做的能源转型 供电稳定 全球经贸布局以及民主深化等四个政策 要不要继续往前 而他的立场很清楚 或许不会让每个人都满意 但只要对国家整体发展最好 他就会承担下来 同时更锁定莱猪进口议题 以台语向长辈们温情喊话 同样以台语回应莱猪议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农业大县云林 战车扫街 还针对十二号双北停电事件表示 台湾真正要面对的是缺电的事实 因为会影响经济发展 批评民进党只会找各种理由摆烂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还说民进党最重要的奥勃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出来投票 周六就要进行公投对决 最后催票倒数计时 蓝绿把握时间持续动员宣讲 不但要催出基本盘 更要冲高气势 志在争取最大名义 记者综合报道 四大公投进入倒数 所有公投公报和投票通知单 都已经送达 今年公投公报 不只有互动式的电子书 更首创有声公投公报专线 二次小时有国台课语的语音服务 另外提供给市长 还有年长和阅读不变的投票群人 来了解公投公报内容 担任团长的曾先生 和市长朋友共组乐团 团练前得知今年四大公投 首创有声公投公报专线 忍不住试试看 中选会有声公报专线您好 听国语情案一 打电话其实一样是方便 可是像我没有室内电话 就觉得很贵 我用行动打的 打出来电话还得了 有声公投公报专线利益良善 但曾先生认为 如果改为免付费电话 更有吸引力 中选会表示会再改进 民众也可以上中选会官网 下载有声公投公报 而在首创的有声公投公报专线 一改过去录制在光点的方式 二十四小时提供国台课语的语音服务 方便市长年长及阅读不变的投票权人 他只要拨这个电话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听到 公投有声公报 那这个公投有声公报内容 包含公投的主文 还有公投的理由书 以及政府机关的意见书 周选会表示 依公投法规定 公投公报应该在投票日 两日前发送到全国各家户 这一次提早发送的公投公报 也首度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 导入美学思维 优化编排 让阅读更轻松 原本是分为左右两栏由上到下的阅读动线 而这次改成了上下两栏由左到右的阅读方式 快撞了多栏式的设计 有效地控制每一行的字数 不只传统值本有新的阅读方式 这一次还设计了互动式的公投公报电子书 提供翻页超连结及跳页阅读等功能 可轻松分享转传或下载 民众可以选择喜欢的方式 来了解公投公报的内容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 针对中国连续在我国附近海域空域 来训练演习 国防部是提出了报告指出 中共可能会有延转政策略 趁着演习转为攻打台湾 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则是表示 国军对于中共犯台的模式 都有掌握和研究 也会纳入演习 中国军方接连在台海附近 进行各项海空训练或演习 引发国际关注 国防部日前向立法院提出 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 国军强化战力作法的书面报告书中提到 中国攻台出席 可能借演习名义 实施三军集结 采油盐转战策略 透过飞弹攻击我国防空阵地 雷达站跟指挥所 据了解国军多年来的汉光演习 都对于中国可能油盐转战 演练因应对策 只是首次在报告书出现这样的用语 另外中国媒体近来多则报道 内容指我国征兵效果不佳 甚至年轻人吃垃圾食物 增加体重不想当兵 王信龙直言 这就是中国对台的认知作战 我想这个是个认知作战 就打击我们 诋毁我们年轻人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好不好 这是他一贯的伎俩 我们现在的民众 对这种战时的 台海危机好像没感觉 我是比较担心这一块 是 报委您担心的没有错 我们现在我们的夜馆单位 国防部与朝野立委都担心 国人对中国犯台的优惯意识 和危机感不足 对于国家防卫来说 不是好事 记得张神 王德鑫 台北报道 美国中西部遭到龙卷风侵袭 横扫六大洲造成至少百人死亡 而在这当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肯塔基州 遗难人数最多 总统拜登也宣布 肯塔基州的灾情是属于重大联邦灾难 现在各界也开始来检讨龙卷风的预警系统 以及应变计划 有专家是建议 未来的建筑结构也应该做出调整 龙卷风肆虐美国六州造成严重伤亡 狂风横扫过家园以面目全非 灾民重新回到住处整理 回忆起事发经过 还是余悸有存 一夜之间超过30场龙卷风 侵袭美国中西部地区至少造成上百人死亡 当中灾情最严重的肯塔基州 确定有超过80人罹难 而州长表示 最终死亡人数恐超过百人 因为搜救行动从周六清晨持续到现在 都没有找到任何生还者 美国总统拜登已要求联邦政府 协助救援工作并提供一切援助 而在后各界也把注意力 聚焦在龙卷风警报系统 由于龙卷风的危害程度 和行经方向难以预测 用警报很难让民众知道其严重性 而过度频繁的发布紧急通知 又会引发警报疲乏 另外建筑物的结构 以及是否被用避难用的地下室 也会影响应变计划 这次国家气象局观测到龙卷风移动路径 横扫达402公里 范围比台湾还长 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将展开调查 要厘清气候变迁与龙卷风发展之间的关联 公事新闻本编译 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确诊新冠病毒 症状轻微 不过没有说明是否是感染Omicron 世界卫生组织在12号时表示 Omicron的传染力是比Delta更强 并且会削弱疫苗效力 不过比较不容易引发重症 今年69岁的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确诊新冠病毒 总统府声明他完整接种 一再开普敦自我隔离 职务交由副总统马布扎代理 并表示拉马佛沙将自己的感染当作例子 要百姓前往接种保持警惕 疫苗是对抗重症跟住院的最佳防护 不过声明中没有提到他感染的 是否为最初由南非通报的新变种病毒株Omicron 拉马佛沙是在出席前总统戴克拉克的纪念会结束后 觉得身体不舒服 他最近出访西非国家 包括随行团圆所有成员 在8号返国时均筛检检为阴性 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 Omicron的传染力比Delta更强 并且会削弱疫苗效力 但比较不容易引发重症 Omicron在南非跟英国蔓延较快 而Delta并未在南非爆发大流行 而是在英国成为主要传播的病毒株 根据目前的资料 若发生社区感染 Omicron造成的确诊病例可能会超过Delta 根据路透社统计 美国染疫死亡人数在12号突破80万例 今年病故人数占总数57% 比去年还多 而且今年多数染疫死亡的都没打过疫苗 就算治疗方面有所进展 死亡案例仍有增无减 分析指出 死亡数从60万例到70万例 花了111天 但70万例到80万例为73天 美国目前约六成人口完整接种 由于对新变种病毒的恐惧 全美上周每天有近百万人排队接种第三季 而这也是自监管机关核准加强 争以来接种率最高 公示新闻 黄远玲编译 只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移居到英国的香港人 以每星期大约是两千五百人的比例 快速增加 这也带动了好几个地区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不过英国有媒体的报道是指出 仓促逃离香港移居到英国 在住房就业就学等方面都有可能遇到不少挫折 中国打压香港民主自由撕毁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后 英国政府便宣布 对三百万持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 大开门户 欢迎他们移居英国 今年一月以来 港人以每星期两千五百人的比例 成为英国境内成长最快速的族群 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数量庞大的特地移民移入 是好还是不好 十三年前移居伦敦南区 萨顿市的老香港人蔡先生 有她自己的领悟 相较伦敦的高房价 萨顿市的房地产价格平衡许多 再加上距离伦敦市中心不远 犯罪率低 学区也不错 这一年以来吸引大批香港新移民入住 商店街 市场到处都听得到广东话 英国天空新闻台的调查报导 却发现长处逃离香港 移居英国的下场 可能是会流落街头 让人大叹不如归去 这在伦敦北区为东亚与东南亚族群提供服务的尼克华人中心 义工对英国记者表示 立场请北京政府的传统华裔社区商会 甚至透过社区媒体散布不要雇用香港人的消息 为此强盛政府在这个财政年度 编列了4300万英镑经费 协助BNO护照持有者的住房就业与教育问题 让他能顺利的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的生活 公司新闻网绘文编译 明天今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 西北部靠近印度边界的青帮少数族裔民兵草根势力崛起 逐渐演变成反抗军事统治的前线 在物资后援与训练是日益上轨道 这也引发了军方忌惮 集结重兵仕途倾角 25岁的缅甸青帮前拳击手扎拉特威 今年2月军事政变后 投身当地反对势力民兵 青帮防卫军CDF 5月在闽达镇一场行动中 遭军方射伤了手臂骨折 未来再也不能打拳 现在藏身在印度靠缅甸边境 米索兰邦的据点 专注于反抗行动 而青帮反抗势力 在政变后流亡的影子政府 与海外侨民支持下 持续获得资金 药物 武器跟装备后援 也能训练更多青族青年战士 现在已经成为反抗军事统治的前线 缅甸在二月军事政变后 全国都有愤怒百姓借竿而起 但青帮的规模快速壮大 并且跟当地历史悠久的 青民族阵线CNF结盟 进行更有效的游击战斗训练 让军政府深感威胁 过去几个礼拜 在青帮集结重兵 发动好几破重大攻势 指控所有反抗军跟影子政府 都是恐怖分子 但青帮获得的支持有增无减 近日缅军对青帮跟其他反抗势力履下中手 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与15国联盟 要求军方自治 也鼓励缅甸民众按照自身利益 跟军政府进行对话和解 美国跟安理会也警告 这样下去2017年 军方对罗欣亚穆斯林残酷镇压 造成70多万人出走的惨剧 可能重演 目前缅甸军方没有对青帮情势 作出回应 公日新闻是会中编译 法国位在太平洋新南部的属地 新卡里多尼亚 12号是举行的独立与否的第三场公投 结果是9成6的公投票 持反对意见 新卡里多尼亚近年来 因为矿产资源与战略地位 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较力的一环 因此这一场公投也备受国际瞩目 新卡里多尼亚群岛 位在距离澳大利亚 东方两千公里远的太平洋海域 总人口约27万人 法国当局为了舒缓岛上原住民 卡纳克人的去殖民化运动 所引发的紧张局势 在1988年签订了协议 让新卡里多尼亚 在2018年2020年 以及今年的12月12号 举行三场独立公投 独立阵营以疫情肆虐 无法公平宣传为由 要求把公投延到明年9月 悖剧之后 便呼吁支持者全面抵制投票 因此虽然反对独立的票数 高达96.49% 但投票率只有43.9% 并未过半 列人担忧选举结果恐怕将引发动乱 并对公投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然而总统马克宏认为 尽管期间人生 但政治转换的过渡期即将展开 新卡里多尼亚 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岛上蕴含了全球10%的涅矿 是制造不锈钢电池手机的材料 而矿产出口的最大单一客户 就是中国 南太平洋其他的岛国 如斐济万纳度 索罗门群岛 巴布亚纽几内亚 都已经是中国的附庸 只要再拿下新卡里多尼亚 就可以完成对澳洲的防堵 因此这场独立公投 不仅攸关法国在太平洋的地位 对西方国家而言 也是与中国角力的重要一环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来自比利时的 19岁女性飞行员 扎拉萨福 今年8月从比利时出发 驾驶超轻型飞机 挑战绕行世界一圈的任务 她目前已经飞抵南韩 预计明天会飞来台湾 如果完成这项环球飞行 将会创下环球单飞 最年轻女性的世界纪录 这位独自驾驶 超轻型飞机 飞在蓝天白云之间的是 今年才19岁的英译 比利时女孩 扎拉萨福 8月18号从比利时 飞往英国 开启环球飞行序幕 预定航程 跨越五大洲52个国家 里程数将超过5万公里 这个月11号 她从俄罗斯海森威 飞抵南韩首尔金普机场 当地飞行迷 特别前往机场欢迎 她将在14号飞来台湾 她原本预定在圣诞节前 完成这套环球飞行挑战 不过翻开她个人网站的形势里 之前因为护照 和天候因素 在美国和俄罗斯克 延误大约一个月时间 也让她今年飞回 比利时庆祝圣诞节的 希望落空 由于疫情关系 Zara Rutherford表示 可能无法进入市区拜访 但是她能在空中 遥望鸟开各个城市与国家 梦想成为太空人 雙亲都是飞行员的Zara Rutherford 此行挑战美国飞行员 Shashla Wise 2017年以30岁年纪 创下环球单飞 最年轻女性的记录 男性部分则是美国飞行员 Madison Andrews 2018年创下了18岁纪录 谢谢张兄 王德馨综合报道 立陶宛捐赠给台湾疫苗之后 不少民众透过国际 慈胜募资平台 将这份盛举回馈给 立陶宛社福机构 其中支持 离癌儿家庭的妈妈联盟 光是六月就收到 大约新台币 一百三十万元的证款 让他们非常感动 每个房间装潢别出心裁 还带有一点童趣感 随着家庭的组成人数多寡 还有对应的房型 可以选择 由立陶宛社福机构 妈妈联盟 亲手打造的日间照顾中心 占地2000平方公尺 总共有11间公寓 除了基本的卫浴设备 电器家具 以应俱全 提着一个皮箱 就能入住 眼前所见的食物 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 供入住的家庭免费食用 绝佳的地理位置 距离儿童医院 不到十分钟车程 让癌症儿童和家属 不用再为了就医 来回奔波 创办人曾经走过 离爱之路 康复之后 伸出援手帮助更多人 因此与好友一同 创立妈妈联盟 不只帮助离爱儿童 找资源 也提供照顾者心理上的支持 从2008年创立至今 已经帮助无数家庭 就在今年立陶宛宣布 捐赠疫苗给台湾之后 来自台湾的善款 瞬间涌入募资平台 原本过去平台上 每个月平均募得300美元 但光在六月份 就收到5万美元捐款 不只妈妈联盟 高风险怀孕中心 也收到770笔 来自台湾的捐款 另一个儿童癌症基金 则是在6月23号起 短短不到10天内 募得台币83万 台湾人报恩行动 不只感动立陶宛人 也让这股善的循环 能够神神不息 台中一所国小富佑的 胡姓老师 日前被家长投诉 要学童捡食地上的饭菜来吃 引发了争议 目前校方还在进行调查 不过教育局却已经核定 证明老师的退休案 教育局是解释 目前还查不到 不适人的状况 不过人本教育基金会 是认为这是在包庇老师 小朋友身上出现不明伤痕 该给孩子的营养午餐 也被老师装带 台中一所国小富佑的 胡姓老师 被家长指控 过度打包营养午餐 但却报复学童 要将地上的饭菜吃干净 事情爆发之后 这名老师请病假到明年1月 现在却传出 他已经成功申请退休 被指控的胡姓教师 今年58岁 虽然有近30年的教学经历 但近年多次遭到家长投诉 已经调职第六间的学校 教育团体不满指出 调查其实还在进行中 但是台中市教育局 却已经在12月7号核定退休 根本就是包庇 那如果说老师已经退休了 请问12月15号要调查什么 老师已经退休了 还需要调查吗 还需要帮他辅导吗 台中市教育局解释 根据教师法的规定 必须要违反第14 15条的规定 才是不识人教师 而且不能够退休或者资钱 但目前还没有查到 不识人的具体事实 这名老师依法可以退休 退休金跟他离开教育现场 这个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 这位老师他大概已经教学 将近30年 以我们的退休的条例的规定 他是符合提退的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 因为这名老师符合退休的条件 但并非借零 所以如果最后认定不识任 将助纪不得担任教职 但是不影响退休金和相关的权益 记得您健身彭幻群 台中报道 彰化副县长林田复 日前兼任消防局长 引发了专业度不足的质疑 又因为在彰化女中孝敬致辞的时候 引发失验风波 结果才兼任消防局长12天 今天就卸任 今年6月 彰化桥有大楼火灾 造成了消防队员殉职 当时的代理局长 被殉职队员的家属提告 辞职下台 日前由副县长兼任代理 却因为没有消防专业背景 引发质疑 为了平息风波 彰化县政府决定破格把阻 消防第三大队长施顺人 来接任消防局长 而林田复也成为县长 王惠美的任内任期时间 最短的代理官员 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 不过安全帽的挑选也很重要 因为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就发现 如果民众佩戴的是 旧式的二杯型帽带安全帽 不但容易脱离头部 塑胶材质二杯硬化 还容易会刮伤贫敷 甚至是紧动脉 马路上机车来来往往 国人习惯以机车通行 北市交通警察大队却发现 2009年就已经禁止生产 使用的旧式的二杯型 帽带安全帽 不少民众仍旧戴着上路 很不安全 因为帽带以二杯固定于下巴 一旦遭遇撞击 很容易脱离头部 而且塑胶材质的二杯硬化 容易化伤皮肤 甚至割破颈动脉大出血 事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 他可能有挤到脖子 然后造成割破皮肤流血这样的案例 那在消机会那边又有 就是投诉说 他戴这样的安全帽 结果一发生车祸 下巴反而去 人没有其他外伤 下巴反而去缝了二十几针 来到安全帽的专卖店 店家就提醒 民众挑选时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头型 大小的安全帽 而且选择双低扣 或排扣型的帽带 防护性高 相对有保障 现在有三种 第一种的话 它是那种插扣式的 就是一按就出来 第二种它是排扣 是用拉的 第三种是用绳子去绑的 我们那个叫双低扣 那安全性的话是双低扣 再来就是排扣 再来就是插扣 这是扣子的问题 还有它的包袱性 这是戴上去的是舒服的 包袱性的安全 有很多好像跌倒 这个扣子才不安全的话 可能会脱落 帽子会掉 万一有什么意外的时候 交通大队指出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 未戴安全帽 发生交通事故的致死率 是正确佩戴的8.63倍 除了骑车要戴安全帽 安全帽的帽带 也要确实细紧 不要晃动 而且二杯安全帽 千万不要再使用 以免发生事故时 头部受到更大的伤害 记者陈嘉欣 谢正宁台北报道 花莲间发生的公车 和救护车擦撞意外 救护车被撞击到之后 又冲撞了路边的骑楼 所信是没有人受伤 不过这凸显了 救灾车辆安全问题 下午7点23分 花莲县消防局 花莲分队一辆救护车 正要前往执勤救护任务 要通过国联二路 与国联三路十字路口时 虽然有鸣笛 不过与一辆公车发生差状 救护车弹到路旁 七楼机车也遭殃 有绿灯 他们是红灯 红灯 就是已经鸣笛了 鸣笛 他有鸣笛了对 对 所信当时救护车上 并没有伤患 公车上也没有乘客受伤 公车是太鲁阁客运 行驶东华大学 到火车站的三零一线 是否没有离让救护车先行 警方还要再调查 由于新北台中 以陆续沿泥执行 交通耗制连结救护车系统 只要救护车行进路口 绿灯就会延长秒数 花莲目前则是只有少数十字路口 有架设救护车辆通行警示器 但此设备不会延迟耗制时间 耗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跟这个CCTV的资讯的收集 那这个必须还要建置相关的路车设备 但以花莲市目前来讲的话 还明显的不够 遭撞击的救护车受损严重 是否会影响花莲分队救护 对此相关局表示 已有大队备用车辆地补 不会影响救护勤务 记者温家凯花莲报道 国医院研究团队研发新型的 薄金抗癌药物 把薄能够精准的瞄准 癌细胞营造 有力对抗肿瘤发展 也能够减少药物的副作用 目前已经技术转移 正在集资进行毒理和药理的试验 癌症在台湾已经连续四十一年 未居首要死亡原因 传统化学疗法搭配 新颖免疫疗法 可提高病患存活率和治愈率 逐渐成为抗癌新世代治疗方式 国医院研究团队就研发出 新型薄金抗癌药物把薄 能有效取代第一线薄金抗癌药物 成为精准有效把相医疗药物 那这个奈米薄的表面 能够帮忙做什么事呢 它会具有一个酵素的功能 可以让这个肿瘤里面的 立腺体的那个电子传递链 不要走不正常的途径 就让这个肿瘤的违环境的免疫条件 是有利于免疫细胞存活 研究团队表示 传统薄金抗癌药物在治疗过程中 虽然可以阻断DNA修复的能力 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但却会同时诱导活性氧化物 RLS的产生 恶性肿瘤为环境进而产生抗药性 还会有剧烈的副作用 像是肾毒性 神经毒性 骨髓抑制等等 但抗癌新药物把薄利用 双重龙状薄金奈米团促复合物技术 以及只在肿瘤细胞内活化的特性 如同导弹精准瞄准癌细胞作用 能保全大部分健康细胞 不受药物的影响 减少癌症患者因为药物副作用 而放弃化疗 研究团队表示 此相关技术已经技术移转 正集资进行毒理及药理试验 以递送临床试验申请 预期未来对于难缠的肺腺癌 以及免疫疗法药物不适用 健保脊腹的三阴性乳癌 与卵巢癌之治疗都有帮助 记者我有陈信龙推广报道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明天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冷 但白天东北季风逐渐减弱 北部东北部和马祖的温度稍微回升 这两天带来东北季风的大陆高压 目前在华中地区 到明天的时候高压中心会逐渐向东移动 随着高压东移 淘温附近的风场会转变为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这波东北季风在明天白天就减弱了 而在温度方面 今晚上到明清晨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天气还是比较冷 我们预估明天清晨的低温在马祖是12度 金门中部北部是34度 南部和东北部16度 其他各地则是18、19度左右 而明天白天温度会变稍微暖和一些些 在下雨方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桃园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断断续续还是下雨 但明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以后 下雨的范围会比较缩小 我们预估明天白天只有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 大台北和马祖的云量比较多 桃园以南的西半部地区 澎湖、金门都可以看到阳光 像明天白天这样子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预估会持续到星期四 尤其星期三、星期四两天 白天的温度是比较暖和的 下坡东北季风将在星期五影响我们 在一波波东北季风交替影响之下 请大家随着温度变化 适时调整穿着 与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西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是16到24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是14到26度 佳玉县市台南、高雄、坪东是13到27度 宜蘭花蓮台東是16到25度 澎湖金門蓮江是12到22度 您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雲嘉南是普通 高屏是敏感等級 宜蘭花東澎湖是良好 馬祖金門是普通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式晚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瞳時間 我們下回 明瞳時間 明瞳時間 感谢观看